你好 小林 给老公打电话 是否确认打给老公 请说确定或者取消 确定 确定 将来互联网发展的方向 就是元宇宙 继续 是 将来我们要做韭菜呢 还是要做镰刀呢 今天的学习很紧 这点能不能加点酒吧 回家好好想想大家啊 来 来 老乡 新嫂子很有眼力价 你真属于老来得子啊 这大家大业的 确实得有人传承下去 听从命运的安排吧 是啊 现在这个社会 一个孩子是少在那儿 最喜欢你的三个吧 这得慢慢来 红布就乱套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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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总 你好 小林 来了 给小王打电话 在哪儿 嫂子 我在家呢 江王凯呢 江总在天津啊 他还 还没回来呢 你给他打电话试试 让他赶紧回家 赶紧回电话 知道了 江总 嫂子刚来电话 说什么事了吗 没说什么事 就说让您尽快联系他 感觉特别热情 嫂子 这不怕 忘不了多久了 哥 你总躲着 这也不是事儿啊 说什么 记得太大了 这也不是事儿 许是真的 你刚才真的 нач下来 这麽 有点 好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柳青 你这个香水的味道很好闻 什么牌子的 孕妇不能用香水 这是定制的洗衣液 我们离婚吧 你说什么呢 如果我们不签 回想起江洪凯那一张张照片 和他为了离婚 精心编造的一个个故事 一个谎言 终究要用无数个谎言去弥补 而我们建造的一切信任 也在这个瞬间完全难达 睡着了 宇宙的秩序已经恢复了 这也太累了 这比上班累多了 这个才闹到哪儿啊 你这意思 有点直男儿退了啊 那不可能 咱们俩性格温柔 也不是 起码我性格温柔 咱弄闺女不能这么比 那闺女像你还行 那不能像你 必须得像我 独立坚强 出生就有自理能力 你说那是哪吒 我跟你说一事啊 那事啊 今天我跟安心说了 安心 嗯 你说什么了 你这有点多管闲事了吧 不是啊 今天不是下雨吗 我出去跑业务 不小心就摔倒了 什么摔倒了 那孩子没事吧 你小声点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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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医院检查过了 我去医院了还没事呢 哎呀 这不是事啊 这怎么不是重点呢 这怎么不是重点呢 那我不跟你说了 孩子没事啊 好的 真是的 有孩子我就派后头了 不是 你没事我能看出来 孩子我看不见 行 你没事就行 你没事孩子肯定没事 别生气 养个亲子 哎呀 别耍流氓 孩子咋跑呢 那你继续吧 嗯 我说哪儿了 你摔倒了 对对对 然后安心啊 她就出手相助了 我发现安心这人啊 平常看起来一副傲娇样 就她那副太太的笔劲吧 真是让人觉得挺烦人的 但是啊 人还不错 所以我就想着 还是得把这事告诉她 那至少就当时报答她 嗯 你这是报答还是报复 报答呀 我看她那样子就不知道这事 嗯 然后呢 跟人弄离婚了 那不好的婚姻出国的男人 该离离呀 她又不是养不活自己 趁着自己还有点姿色 赶紧活 阿叔小小 阿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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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胖阿胖 阿胖 阿胖什么要就在旁边 那那行吧 那上床睡吧 来来来 你睡中间啊 慢点 别摔了 来来来 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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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好了啊 赶紧闭眼睡觉 比赛啊 看谁先睡着 假葫芦不算 赶紧睡 我怎么睡啊 我床垫给自己买的 我自己投的钱吗 你自己投的钱吗 钱没白花 快 快点 坏了 吃点了 老爸 起床了 迟到了 你俩快起 上学 起床了 起床 起床 起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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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学了 起床了 哪装是它的 这这这 别扔床了 起来啦 起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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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回来 拿着小姐姐 好 小姐 我想尿尿 横心 你好了没 你尿尿尿 没有 那你快点呢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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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了吗 横心 不要 你别再这样尿了 别尿在地毯上 快点 快点 没有 你地坏忍不住了 快点啦 快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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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说话呢 我不知道呀 对 小叔快点 来来来 别是小叔 行 慢点啊 快睡点 麦雅 你可能要知道了 没事 结合工商税务 还有市场上的信息 我整理了一份文件 就财报卡 江洪凯目前的财务状况 不能说是好 叫非常好 制造账面亏空 江洪凯要拿到我签字的离婚信 我该怎么办 这要看 你想怎么对待这份婚姻 如果不想理 那就坚持不理 你的生活层面 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但如果 你觉得这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 那就正常理 你应当得到一半的财产的 但是 这是什么 如果 她有所察觉 她可能会将她的资产转移 或者是放到其他人的名下 如果 她在生活中有明显的过错 比如啊 我只是比如 家庭暴力 出轨等等 这些都可以搜集成证据 以备不时之需 知道了 我也想这么遇见 不想这些 slum in the city 叫我 你怎么说 不知道 我去找一个人家啊 你还是很帅啊 你看你再去找一个人家啊 我去找一个人家啊 你还需要由一个女人家啊 又让我去找一个人家啊 你可以看你啊 好吗 可以啊 你上次参截那个医院的名字 告诉我一下 我想去问一下 我帮你想别的办法 好呀 要是你回来了啊 找你有事 正好找你有事 供你来不了了 抱歉 我家里还有点急事 先给我回家 韩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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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 一 陶若爷的合法还在发五个 当然 好 把他原案的合同调出来 说 洛言 节目的合同回来了 没什么问题的话 我就开张了 什么节目 雨果的节目呀 还能是什么节目 那 那个 你俩先出去一会儿吧 聊个事 好 那就是说电影彻底没戏了呗 你不是说这是你同学的项目 让我力挺吗 所以电影那边我就没有拼命去争取 那行呗 那等什么呢 赶紧签呗 行 等会儿 你那合同里加一条啊 导演必须得是陈良 不是一直都是他吗 我就说你干这么长时间的经纪人 就没干明白过 你知道个啥 你知道个啥 是吗 导演被换了 但是 我们要在合同里指定导演的话 这要传出去 别人又该说咱们耍大牌了 你电影电影没给我接上 我现在接一个综艺 我对品质有点要求还不行了是吗 行 反正呢 陈良导演在我就录 陈良导演不在我就不录 好 你看着聊 好吧 徐总 你这可就不地道了 当时拍着胸脯跟我说公里没问题 你现在告诉我不行 你这不是坑我吗 咱们相互埋怨毫无意义 再说了 马演员不是我商务部的工作范畴 是你制片人的工作年人 你这么说可就更不地道了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公里来不了的 我们要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好不好 不是还要陈若妍的合同吗 陈若妍非要用程良导这是几个意思 这是几个意思 他什么意图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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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条不会是姚薇自己加进去的吧 他是要按相操作 陈若妍和程良是有热搜情缘的 很难判断不是他个人意思啊 这样吧 你把安心叫过来 咱们一起再想想办法 江洪凯一起喊过来大不了再喝一顿 请假了 家里有事 姚薇 把姚薇叫过来 当面对质一下 我就要问问他 这恶意条款到底什么意思 别请假了 去医院了 漂亮 许总 这雨果商务部是要黄啊 我知道黄不黄不重要吧 节目不黄是当我自己 说的太对了 做人真的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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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